想要好过年红包要怎么花 花莲市立图书馆的期刊认养活动 在开年新春就有家长带着小朋友 拿着红包来响应 除了让孩子能够持续的喜爱 到图书馆阅读之外 也能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响应社会的公益 用新工业社董事长麦彦斌一家四口 在日前特别前往了花莲市立儿童图书馆 想应证养旗刊图书捐赠了新台币一万元 而在红包袋中的善款 全都是一双儿女在过年期间所拿到的压岁钱 图书馆很棒啊我们很常来啊 所以刚好有这活动我们才会问他们 想不想要参加 他们就说好就把自己的红包捐献出来 姐姐在图书馆里面借书也是前纪名的 也常常到外面去买书 那不如买了给大家一起看也不错啊 花莲市长魏嘉贤 则感谢麦彦斌董事长全家的心意与行动 他表示期刊任养从去年开始就有企业团体响应 但在今年有亲子家庭主动参与 而且是带着红包来任养 也让期刊任养更具教育意涵 那我们真的也谢谢爸爸妈妈非常成功的一个教育 培养孩子们都定期的会到图书馆里面去借阅书籍 那培养自己念书的习惯 那我们知道现在孩子可能三七产品碰的比较多 对于书本类的阅读真的减少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时间 那我们也希望借由各种不同的方式 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图书馆的一个购书 还有图书馆的一个买书的一个方向 那所以我们有一些爱阅读的计划 那特别要谢谢我们两位小朋友 第一时间就将自己的压岁钱捐出来 希望有更多的孩子们也喜欢上阅读 那阅读就是力量 阅读就是知识 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从小的时候 培养自己的知识跟力量 让自己的人生充满了未来更多的保障 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花莲市立图书馆馆长陈怡林表示 只要是任养完成 就会在期刊上彰添热养人的姓名 图书馆也会特别在大厅墙面设计感恩方明录 新年新开市推动阅读的路上 只要小额的一两千元 就能认购一年的期刊或图书 欢迎大家踊跃加入任养行列 记者徐立琴华林市报导